大家好,我們是東京狗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伯仁 好,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到東京的最西邊 奧多摩一日遊 好,我們今天難得竟然行程旅遊 影片有出現五個人 對啊,這些都兩個人 已經兩個人兩年了 差不多 而且是三位是女性 對啊,一樣高耶,我現在發現 這個男女比例蠻厲害 蠻懸殊,很難得出現 然後我們這個 我是第一次來 應該說我們之前有不小心來過 隨機冒險的時候 但是真的來玩的話 我是第一次 因為我家是住高原市 所以高原市離奧多摩 其實並沒有很遠 大概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大家知道奧多摩本身也是東京的一部分嗎 對對對,是東京一部分 它應該算是東京最西邊一站 對對對,所以它算是東京人週末 蠻喜歡來的地方 因為這邊有很多溪谷 然後很多俄羅列的咖啡店 所以跟高尾山是那種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大家都從東京市區出發 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在這邊看你的風景 美景 然後當天來回 對,然後簡單講一下 反正你就是從市區 想辦法做到青梅 對 這一站 然後再做青梅線過來 所以要看你住在哪裡 那過來差不多都要一個多小時 差不多 對 對 但是很方便 因為做中央線都可以到 對 好,然後我們現在第一站來到一個叫做 鳩之潮的站 對 然後會去鳩之潮去西谷那邊看看 好,我們第一站要去鳩之潮西谷 從這邊 從這邊 不要走隧道 走這個路 但是有可能會先踏進café 好 要求 我們會不會今天 今天會不會在鳩之潮就過了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今天有三個不確定因素 對對對 一定有發出一些好可愛的聲音 Yes, we are open 我是覺得沒差 沒差 沒差 各位想去喝杯咖啡或怎樣的話 對啊 反正西谷三分鐘就到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鳩之潮西谷有個橋 有個鳩之潮小橋 鳩之潮 好,西谷就往下 好,下去三分鐘 上來可能是三分鐘 下去三分鐘 上來七天 七天 大概走路三分鐘就到 鳩之潮小橋路 好涼喔 其實西谷還滿涼的 對啊 好涼啊 穿這樣剛剛好 公公好 這邊還有各種不同語言的那個 介紹 真的耶 我們來到了鳩之潮小橋 對啊 哇 我們再重複一次 現在這邊是東京喔 對 東京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怎麼樣,有比等等利西谷厲害嗎 完全不一樣的等級 這邊應該等利西谷150倍大吧 很不錯很不錯 所以離開市區還是有差啦 對啊,空氣好很多 然後 精神也好了很多呢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然後就可以回程了 你要幫我那個家屬 然後我好像走很快一樣 沒有,那會變很怪 很怪超怪的 很不...人體工學 對 我們本來想說 鳩之潮 這邊 走路三分鐘 但是呢 它的下坡三分鐘 上坡 體感大概十分鐘 就你下樓梯跟上樓梯那種感覺 對 對 所以我們 才來十五分鐘 準備先去 喝咖啡 喔,行程 這家店真的是 裝潢超棒的 以木頭的質調為主 然後還有很多各種不同的飲料可以選 然後重點是外面的競爭是超級無敵棒的 建議大家 逛完小橋之後 上來這邊喝杯咖啡吧 我們剛剛喝完咖啡 下一站要幹嘛呢 馬上吃飯吃虎飯 吃中餐啦 Let's go 不要看鏡頭 超怪 對對對 哇,我們是吃的是 Kinoko的虎飯 就是 Kinoko是 對 好,我們來翻一下這個虎飯 對 哇 這個很難拍 哇,大家看一下這個 來來來來 超級無敵香的 哇,它這個飯有加一點那個 應該是加一點佐料醬料這樣子 吃吃看 好,那我就來吃一下天婦娜啦 應該是沾這個吧 他們的同行人員說食物很難拍 然後他們一直在笑 我們一直在忍笑這樣子 也還不錯 就是炸的香香脆脆 對 我們現在吃完中餐 然後要去趕56分的車 然後也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因為這邊車子的班次比較少 大概半小時一班 所以 我們現在從鳩之草 要去奧多摩站 對,所以大家 如果有選這樣子行程的話 記得注意一下車子班次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正式來到奧多摩 接下來行程是什麼呢 維恩 我們接下來應該會爬山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來,目前為止的奧多摩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是有史以來我覺得最沒有走路的一個行程 但是景還滿漂亮的啦 因為我們還沒正式開始啊 我們剛剛已經走了兩個橋 然後喝了一杯咖啡跟吃了飯 然後還有坐了兩個多小時的車子 現在行程中的開始 我們要正式 我跟你講 等一下爬到那個山 你們就會覺得 哇,真的有爬喔 好,加油 應該吧 因為其實我也沒亂過 就用三分鐘的行程而已 哇,沿途風景真的還不錯耶 從剛剛北橋走到這邊南橋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橋的景色 棒透啦 那什麼時候走到東橋 這條橋呢 是冰川小橋 在橋上看看河的景色嗎 橋比較 本身比較晃 下面有人在那個耶 camping耶 對啊 然後我們短暫的看完冰川小橋之後 差點講冰川神社是不是 沒有,差點講冰川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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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 我們就要繼續往 登記步道 對,Register Road 嗯,不是那個登記 OK 好,我們現在又來到一個新的橋 叫登記橋 好 好,那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接下來的行程呢 基本上就是會走到一個叫登記步道的地方 然後沿著登記步道呢 再一路往就是 愛什麼山啊 運動公園那個方向去走 好,我們現在在登記橋 好,我們要往這個啦 愛什麼山公園這邊走 阿達哥山 對,然後理論上應該是要經過 運動公園 然後走到神社 然後下來這邊會比較 稍微有點難爬 然後再回到 就是車站這附近這樣 不錯耶 開始有爬山的感覺囉 嗯 這個坡度 大家影片中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其實 大概有個23度左右 還蠻陡 你怎麼估計出來的 肉 肉眼觀測法 蠻陡的 蠻陡的啊 蠻陡的 現在來到竹林深處 竹林七弦 想必臥虎藏龍 是啊 這一段大家都已經爬得 頗累上坡 看一下多麼的陡 好累 神累 神斗 連續陡坡 這有點像那個 上次跟表妹 就我們跟表妹不是去那個 河口湖的時候也是闖入人家的祭禮 對 這邊現在有很可愛的 復古風的祭禮 好 去看看吧 來 好 我們順利的找到 香之道登記trail 就往這邊走進去就對了 走左邊就對了 OK 爬山囉 我們現在在討論接下來的行程該怎麼辦 我們今天早上太爽了啦 然後到下午然後大家覺得他也不爽 對 就像剛剛說的齁 就說大家上午很開心 到下午就漸漸不講話 對對對 大家對於到底要爬多少山 有點 有點微妙的感覺 Agreed to disagree 那個應該也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 很開錯耶 好漂亮喔 好在這邊睡到三點 再開始爬 這邊可能下去到十 這邊這邊沒錯就是這邊 如果現在拍到熊的話 我會大吼大叫 那你會剪接嗎 剪接 不過有拍到一定要剪接啊 我會跟大家說 我會跟大家說奧多摩不能來 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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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拍到這一根木屑啊 走路走起來其實算蠻 蠻修服蠻平安的 穩穩踩起來還蠻軟的 來so far覺得怎麼樣 好現在拍我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就是沒想到 他這個錄起來蠻新的 所以他那木上 地上有鋪很多的木頭 然後沿途上都有蠻多 我覺得可以當那個 Instagram照片的景點 你們都有入鏡 所以假裝沒事也是沒有用的 我以為在旁邊用褲子這個 沒有人夾 好繼續走吧 go 行軍之旅 我第一次走這種山林裡面的步道 看到這麼多休息處 大概走個3到5分鐘 就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息 超棒的 還蠻友善的齁 就是老人小孩這邊 快快樂樂輕輕鬆鬆的 對啊 現在還好可以洗手的地方 喔 三泉水 爽啊 嗚呼 所以這種是我看過 規劃的那個 硬體設施最完整的步道 最先進的地方 簡直是六本木啊 超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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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高級的トイレ 休息室耶 它可以開嗎 試試看 ダメです 這感覺是你的咖啡 這邊我們已經看到兩個類似的構造 就是它這邊有木材 然後這邊有一個還蠻漂亮的小木屋 上面有煙囪 那我們在猜它可能是冬天的時候啊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燒柴 然後休息啊 因為可能冬天的時候比較冷這樣 不過它目前的話 就是秋天是沒有開放 大概走了我也不知道多久 反正 可能從山下過來大概三四十分鐘到 這個山頂 然後前面就是神社囉 我們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左右吧 現在到了阿塔溝神社 因為我們今天是從 奧多摩的某一邊這樣出發 所以我們現在經過這個神社 等一下就可以繞回奧多摩站 Go 愛什麼神社 愛什麼神社 愛 這邊路比較難走 大家如果有來爬的話 要小心一點 這邊沒開放所以 要爬臨時道路 好 經過剛剛那一段小小爬山之後 就繼續前進 老大有什麼心得嗎 好 超累 手腳併用 手腳併用 泡芙人感到累 千萬不要穿裙子過來這邊 會有危險的 認真登山 對啊 好下山吧 Go Go 就想著晚上的湯咖喱就好了 就想著晚上的湯咖喱就好了 接下來的下山路應該會有點陡峭 我們剛剛真的走的我覺得蠻危險的 就是有點累然後也蠻危險的 然後覺得它很容易摔下去 然後大家看看接下來要走的這個 噔噔噔噔噔噔噔 這斜坡程度大概起步能完 這應該有63.8 出 差不多 前面的山有走的非常順暢 因為還有兩根管杖 四隻腳併 我就是完全沒有在運動 我剛剛是不是說了嘛 下山有一段不好走 真的有點誇張 我覺得前面對我來說更不好走 這根管杖都走不動 我們可能要派收就對了 出發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扶手使用率最高的地區 這個一次大概腳只能擺斜的 所以真的蠻難爬的 大家如果有來一定要小心 東橋生死一線間 真的沒想到我們第一集現在在那邊拍攝的人 超陡的俏 你看我鏡頭都不知道怎麼拿 因為太陡了 繼續下山 出山 這邊就簡單多了 這邊就簡單多了 平緩多了 唉唷 我們結束了最難爬的一段了 對啊 差頭力說的 接下來就 平緩的下山囉 這邊去年八月有看到熊 所以大家爬山的話 其實有些山友都有帶那個熊的鱗 發出聲音 大家自己來的時候注意一下啦 第一次看到平地這麼歡樂齁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我們剛剛怎麼爬的好了 這邊 好開心喔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吧 好開心 好 準備擦鞋了喔 好 我們現在終於回到平地囉 好接下來呢 要先走回奧多摩車站 然後再決定一下要不要去搭巴士 到一個什麼 什麼 水壩麥橋那邊 等一下我們剛剛啊 就是 那邊有那個燈啊 有點遠 那個燈的那個地方 就我們剛剛經過的運動公園 所以我們剛剛從運動公園這邊再往上爬 然後 繞過這個山之後 再下來到這邊 好啦 反正就是兩個字很累 就這樣 結束 不太推薦大人吧 不太推薦任何人 沒有啦 沒有啦 澳洲摩很棒 日本也很棒 GO 鹽牛奶的 不像雙麒麟的 雙麒麟 你拿到錄影啊 他已經在錄影 二樓有位置嗎 好吃嗎 好吃 真假的 好我們上樓吃 哇我點的這個是 西歐麟克鹽 鹽的 你應該是牛奶加你的鹽啦 嗯 別想到這種濃郁 我以為光光店的那個雙琴比較不好吃 真的蠻好吃的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在哪 嗯 很濃郁米光光的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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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比較乾一點 它感覺真的就是自己 不是機器弄出來 是自己搭的 好認真喔 我們應該要接收 跟觀光地的 好對不起 我就是 沒有 因為現在是秋天了嘛 所以我們剛剛 估算一下 如果從奧多摩坐車去 就是那個 叫什麼賣 賣什麼橋的一個地方 對 就是在湖上的一個橋 可能到時候 已經天色會 太暗 所以去了 什麼特別的意義 而且過去也是 花滿多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呢 打算就是 呃 坐大概三點 快四點的車 到吉祥寺去吃 我最選車 湯咖哩 我們現在下車 來到吉祥寺吃晚餐囉 今天是周六晚上 然後人超多 然後大家應該是在排著這個 Sato的炸牛肉餅 這邊 排隊人潮 我們晚餐要來吃超棒的 Rochirakare samurai 現在 OK GoGo Chicken與野菜 有嗎 好吃 我點山的那個辣度是山的 很辣 很爽 嗯 是好吃的辣 這次不熱 然後又加辣 應該好吃了吧 好吃 這麼多 比山蜂好吃很多 太好了 Yeah Revenge成功 應該是我第320次吃 一定是Coconut 好吃嗎 嗯 其實我不用吃 就知道很好吃 你是有加點醬提嗎 對 北海道的炸雞 叫醬提 東京最愛的日料 直接配個飯 嗯 沒話說 讚 好吃 好 你只會吃 要吃 可以吃 對 我先吃 醬汁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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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